现在开始进行关于咖喱饭办不办 以网络梗 咖喱饭办不办为题 拍摄的短影音巧妙加注诚信观念 勇夺第一 其他还有九部影片 都是高中生经过裴丽营三天课程洗礼 发挥创意自编自演的成果 这三天我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也教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像从这一位 虽然说我们才都是三天而已 但是我们还是算吧 感情算深厚吧 因为经历过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拍影片的时候 就是大家可能要集思广 对 就是你要一起想一起做 然后去看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要改进这样子 在网络上滑到很多短影 会觉得哇看起来好简单 但其实实际做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因为你还要去想企划书啊 写脚本啊 然后拍摄剪辑啊 就只是刚好我们这组比较 有那种专业方面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这三天就是一起合作 然后想一些我们的想法 然后讨论之后 就请网红来分享 还有专业的企划来 就是有不是他一开始有说 有请那个企划的来帮我们安排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也就是学到蛮多 比较以前不会接触到技能 因为像我是普通高中学生 所以就是在学到上课可能就是比较学科雷 就很少听到这一种像什么学习制作短影音 对比较知识性专业的技能 然后我就在这边认识了新朋友 然后学到新的技能也做出了一个成果 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自己本身有在玩麦快的游戏 然后我呢 其实想要经营短影音 就是把我玩游戏的过程拍摄下来 然后吸引学生 然后可以发展那个YouTube频道 那个YouTuber有提到说呢 如果你要找人业配的话 就是你跟人家业配时 你的那个诚信也是很重要 这样你才可以接到更多的业配 除了这些学习的内容之外 我呢还因此呢 结交了很多新朋友 所以我觉得呢 来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营队的内容非常充实 游市府教育局与阵风处 首度在暑假推出的连接超新星 诚信短影音裴莉莉莹 80位学生分成10组 参与一片拍摄及连接诚信课程 再将三天所学制拍成短影音 由副市长李怀仁颁奖给前三名 藉由年轻学子创意 将诚信观念甚至任心 我想你们的DNA就是网路世代 你们的DNA就是使用网路 所以对我们来说 你们比我们其实更了解 怎么样在网路上跟大家沟通 怎么样从网路上找到资讯 怎么样使用短影音 来告诉别人一个故事 那所以我们试着希望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动动脑筋 怎么样用短影音告诉大家 政府想要告诉民众的故事是什么 那我想这个活动非常有益 让大家在这里面学习到 连结是干什么的 透过连结告诉大家连结 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 这个活动可以达成的目的 这次的迎对活动 不仅让学生有机会 学习到课本以外的知识 也透过合作编写脚本 与拍摄影片建立情谊 在高中生涯留下美好回忆 记者一击分彩宝宝道 在这边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讯须格